孙力高效率安排工作时间 邓超陪小花妹妹折旨 未接地气夫妻点诞前一段时间 邓超一直在不断地从增肌到减肢的落伤努力 所以才成功地塑造了演这部剧 以两个不同的角色得到了张丁谋和所有演员的认可 这部戏也将上映 为着邓超这份敬业精神 小编都想为他点100个赞 演戏杀青过后 邓超开启了在家里培华的模式 而孙力却又开启了高效率工作模式 孙力说 四个小时高铁 吃饭 喝茶 看片子 化妆 下了火车就工作 啥都不耽误 时间安排特别完美 真正懂得运用时间的人就该是这样 再赶往工作的路上 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而到了工作现场 则马上投入到工作状态底 难怪孙力每次出场 都能让人看到他的高度敬意 原来孙力在时间计划 尚是如此的完美 而一边 孙力出去工作了 邓超这个在生活是简直 就是白痴级别的父亲 又开启了培华的模式 夫妻二人 总需要一个工作 一个看孩子 估计很多年来 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协调的安排时间 所以即照顾了孩子 又没耽误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工作 真正是值得所有人学习他们的生活工作模式 昨天邓超发出一组照片 照片中是邓超陪着小花妹妹一起做折纸 邓超说 作为一个伟大的父亲 为了孩子掌握一定的折纸艺术又算什么呢 邓超在生活中 不一定是一位特别让人放心的智能型人才 但是陪孩子 邓超是非常到位的 他会以孩子的快乐为快乐 记得邓超说过 他从小喜欢玩水 他这一向天赋也传了孩子等等 每到下雨天的时候 等等就想出去玩水 用体球的眼光看着妈妈的时候 妈妈不一定会理会 但是用这个眼神看着邓超的时候 邓超确实马上心领神会 想玩水是吧 好吧 那我们出去玩吧 邓超就是这样一位父亲 他会以孩子的快乐为快乐 做到真正的陪伴 并且他一直都强调 他要给孩子们一个无悔的童年 要让他们没有忧愁的长大 邓超是这么说 他也是这么做的 看来之前的简直导致的低血糖 邓超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陪着孩子一起玩的邓超 是一位真正有爱的父亲 这对夫妻的家庭生活 真的非常接地气 也非常让人佩服 为这样的家庭而点赞 我们有多少处于忙碌中的父母 因为自己的工作时间安排 而总是说没有时间陪孩子的 再进一步 判课